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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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时至今日,珠江园地区依然是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个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我就是出生在珠江源头的一个小山村,这一带就是我小时候光着脚丫子放牛放羊的地方。 小的这个水洞,无数次进去玩,那个时候这个洞里边有蝙蝠,进到洞里边去抓蝙蝠,出来以后小溪里边还有小鱼,光着屁股在水上抓鱼,那个时候口渴了源头的水,用手沸一沸就喝水,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喜欢研究历史的郝老师告诉我们,在这里还曾经有一些苗祖村寨,从1996年开始,因为交通不变,环境闭塞,一共有11户人家,50多人从大山深处搬了出来。 郝老师带我们来到了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寨,长迈地村,大部分搬迁出来的人家都住在这里。 人呢,有客人进村,一般他就在采取这个意识。 他们属于苗族中的大花苗。 让我们惊讶的是,欢迎我们的除了苗家传统的卢生、梅酒,还有一支他们自己的合唱团。 这是附近几个村组一起自发组建的农民合唱团。 团员一共有将近30人,不过现在有很多男团员已经外出打孤。 他们的歌声不但婉转动听,而且还分出男女声,配合默契,听起来相当的专业。 这除了因为有一副好嗓子,也许就是靠着他们基因中传承着的对音乐的热爱。 啊,再伤得了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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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整个曲境都小有名气 也曾经被邀请到外地表演 对于几次外地演出的经理 他们记忆有心非常自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觉得自己骂 看我一过来都往后转 你往后转 我问问你们 你几岁啦 八岁 你几岁啦 都八岁呀 你们上没上学呀 上 上学啦 几年级啦 一年级 在哪儿读书呀 在哪儿上学呀 告诉姐姐 红土河 什么 什么河 红土河 这是我们刚才的路边这个小学 过去生活在深山里 孩子要走两个小时崎岖的山路 才能到最近的学校 而现在距离村子六七百米的地方 就有小学和中学 这个也是我的老朋友 经常靠那边 您都认识啊 认识 认识 谢谢您的家 这个房子从外面看 它也是这种 用泥巴扶成的这种房子 其实建筑的方式应该是很老实的 我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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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以前的这种造火的这种方式 比较延实 这边也有有些电视了 这些 这些后来都是政府 搬出来以后 小妈妈把他们都勾出来 能收几个台呀 这电视 五十多个台 它现在收的是卫星 卫星电视 卫星电视 对 我看这也是搭着小二层 然后上去 上面是睡觉的地方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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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看着吧 还是挺简单的 也是这种老的这种土房 但是 你想水和电 都是通的 有些电视也是通的 这种基本上的生活 没有问题 基本上可以满足的 这个 这是什么水呀 几个水还是自来水 你看看 这是什么水呀 这是自来水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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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附近的山里采菌采药 还学会了其他的生产方式 家家都会养生处 种粮食和果树 这种了什么呀 梨子 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 这是种了多少 这些梨树 是苗寨人搬迁过来以后 当地农业部门交给他们种植的 连年的大汗一直结果不多 但今年通过人工浇灌 梨树长是还不错 大家盼着能有个不错的收成 您预计今年能收多少斤 除了可以采集一些菌类和中草药 他们的合唱团 也会参加朱江源的一些商业演出 世代生活的朱江源 依然是他们的依靠 是他们的家园 这里不论交通通讯 还是日常生活 子女的教育都较为便利 而村子又远离喧嚣 保持着过去那种 不被打扰的宁静 不过我们也看到 他们的生活质量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他们也需要更多科学的方法 去增加农业收入 让生活变得更好 这里有罕见的自然机关 彩色沙林 哎呀好漂亮的这个 彩色的沙字凝固成一幅幅 绝美的单亲国画 这里有家庭式的画石博物馆 记录着这片土地的沧海桑田 叫萧头费 这是化石啊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二十七集 珠江源头 活水来 从珠江源头开始 一条河就缓缓地流淌出来 它就是南盘江 它由沾以流出 往南从云南的第二大城市 取静的市区东面流过 我们设置组也顺着南盘江 一路向南 眼前的这条珠江的正源 现在还只是一条 水量不大的小河 公路边的这条河呢 就是南盘江 这里是珠江的正源 也是整个南盘江的上游段 南盘江自古以来呢 都是云贵通往两广的 一个重要的水商要道 但是现在我们看来 这里的水位已经很低了 一方面呢 就是由于 现在正处于这个枯水期的季节 而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云南连年的大旱 使得这个水位不断地降低 即便是这样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河段 还属于水量比较丰沛的地段 甚至还有一些河段的水位 会比这里还要低 河中的石头甚至都会裸露出来 待会呢 我们将顺着这条公路 继续向南盘江的下游 也就是向南行驶 就会进入到陆梁的境内 云南连续四年大旱 陆梁县是旱情比较严重的县区之一 我们一路虽然还能看到 一片片绿油油的农田 但是干旱还是显而易见的 走到南盘江的这一段呢 我们就能看到 这里的水位就更低了 而且从江面上的情况来看 像这样的现象 应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水中呢 有村民们放养的鸭子 而在岸边也有他们种的庄稼 这么干旱的土地 看起来这些庄稼的长势 也不是很好 不过这一条江 真的是两岸人民生活的母亲河 也是他们重要的水源 来说说我们的行程吧 我们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了陆梁县了 我们要去的第一站 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自然奇观 那叫彩色沙林 那里也没有水 甚至可能会更干燥 不过那个地方 是一个梦幻世界 我们来到陆梁县 先赶到了赵夸镇 彩色沙林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已经走到 这个彩色沙林当中来了 还真是有很多种颜色 就我现在眼前的这一片 黄色 白色 红色 那还有什么颜色 白色 还有黑色 黑色 上面有点黑色 中国有句成语叫 一盘散沙 而当沙子不仅凝固成林 还变换出缤纷绚丽的色彩 这就要叫人嘖嘖撑集了 彩色沙林是一种世界罕见的自然器官 它使各种颜色的沙子凝聚起来 形成了沙柱 沙风 沙瓶等的集合体 陆梁彩色沙林的面积有25平方公里 色彩以红黄白为主 夹杂着青蓝黑灰等12种颜色 而且各种颜色层层堆叠在一起 错综缤纷 并随着早晚晴雨 以及日照月光的变化 产生出不同的色调 枯死一幅幅绝妙的单亲国画 还有我们现在的光的强弱 光照射的强弱 我们这个沙林里头的汗的水分的多少 都会影响它的色彩 你现在看到它是这样一个色彩 到这晚一点 光又弱一点的时候 你来看的色彩 它又会产生一个变化 不但不同高度 不同时间 和光线的沙层颜色各异 沙体里外的颜色也不一样 大家看这个我们看到的不同颜色 其实在地上已经能看得出来了 这个地上的颜色 地上都不一样 你看这里 这个地方 对 这个水流带来 带来以后 在水流往这里下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地层的表面 附着上了一层外来的泥土 或者是矿物质吧 所以它形成里面是黄色 然后外面是红色 这是它本来的颜色 这个红色其实仔细看 它很薄 说明它很年轻 但是黄色的部分呢 就很古老 是古老的 延时的 所以这样看 你看左右 不一样 这里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渐变色 然后里外也不一样 因为这个水的这个搬运作用 让里外的颜色也发生色差的变化了 对对对 也正是因为沙林能形成相对坚硬的外壳 所以可以像蚂蚁在沙堆里挖巢穴一样 在沙林中遭出一条山洞栏 里面也同样是五彩斑斓 这里好像越来越明显 对 它有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这样斜 要往上这样走 我看丽丝那要走到什么地方 到前面 然后打了一个圈在那个门口 我们挖洞的时候把它两边 分住两面了 实际这面也是贵尘的 也有一条 也是粉红色 这都是天然的吗 没有这样的处理吗 都是天然的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这是大自然的土 这是一种天然的身体 走在这个彩色世界 甚至无法相信眼睛的一切 真的是细细的沙子形成的 直到我们真正的踏在松软的沙子上面 因为天气干燥 以及风化等原因 一些沙住沙风坚固的外壳坍塌 露出了松软的细沙 这个沙真的好软 你看这个沙真的好软 踩一下 就全塌下来了 谢谢 这个可能就是含血量比较高一点 如果有水的话 有水的话 它这个凝固 就比较牢固了 这个是真正 我过了一下 这有真正的烟极色 因为它现在比较干燥 所以它就疏松了 如果有水呢 它就凝固 它这个硅脂凝固起来的比较牢固 这个铁质的呢 它就容易风化了 颜色不同 它的质地就不同 它的凝固度也不同 质地也不同 彩色沙林约形成于三亿年前 使地球表面亿万年变迁的结果 这里曾经是一个湖泊区 多种颜色的沙层 是由湖潮河流的搬运 地层的升降运动 季节性的干燥气候 和特有的矿物成分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 这也决定了彩色沙林的独特性 这是黄线 白线 粉红线 对不对 这是铁矿的 氧化铁 氧化铁 这个也是很氧化铁 这个地方很集中啊 这都喜欢在这里 往上看有特别漂亮的粉红色 上面还有黑色 然后下面还有这些红色和黄色 彩色沙林的沙子 以石鹰沙为主 含有48种矿物元素 沙子出现不同的颜色 就是因为含有不同的矿物质 试一下这个沙子 我想捧它一下 你看就这个地方 我手这样随意的一捧 都是黄色和红色相间的 都仓和在一起的 哇 这个沙子真的好细 挺漂亮的 它真的很细 质地像胡椒面一样 难怪这么细的沙子 看起来会像土 但是其实真正的 抓到手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真正的沙子 对 它是有这种细细的颗粒感的 哇 这个地方的沙子 挺可爱的 像沙滩一样 我觉得小孩如果来这一定会特别喜欢 那最喜欢装的小脚鸭 在上面采盘 那个感觉肯定是很好的 我也特别喜欢 彩色沙林在1987年开始保护性的开发 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4A级旅游区 门票价格50元 全年对游人开发 离开梦幻的彩色沙林 赵老师邀请我们到位于陆梁县城的家里去看看 我们现在呢又跟着赵老师来到了赵老师的家 因为我们听说在赵老师的家里有好多宝贝是吧 对对对 而且当地的朋友也跟我们说如果想了解陆梁这个地方的地质变化 就一定要到赵老师家来看一看 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赵老师家有什么宝贝 赵老师家里的宝贝就是除彩色沙林之外的 陆梁的另一种地质硅宝 画石 赵老师收集的画石堆满家里的各个角落 他们以海洋生物画石为主 其中不但有各种各样的珊瑚画石 还有一些珍奇的贝类画石 赵老师家的两层小楼 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画石楼 简直可以创办一个画石博物馆 这些画石几乎都是在陆梁境内发现和收集的 画石种类共有三十多种 总重量超过三十吨 这是在贝类画石当中 也是我们陆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因为这个嘴巴也叫绘巴 它像雕 雕骚的嘴巴 所以因为它的形状来起名叫肖头背 肖头背 左边一个口号的号 右边一个鸟子 或者说上面一个鸟子 下面一个木头的木 赵老师的老伴出门不在家 但老伴非常支持他 他们希望以后能开一个画石博物馆 让大家免费参观 了解珠江原地区地质变化的历史 赵老师告诉我们 陆梁地区大约在四亿多年前是一片海洋 这些海洋生物的画石 就是陆梁沧海变桑田的有力作证 而如今的陆梁 则变成了云贵高原最大的一块平坝 南盘江从这片古老的土地缓缓流过 这里土壤肥沃 灌溉便利 是云南重要的桑残养殖基地 不过连年的大旱让这里有些变了模样 深入村长 亲历云南旱情 感受小山村里缺水的艰难 倾听他们饮水的渴望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第27集 珠江源头活水来 我们来到了当地唯一的农业灌溉水库 青山水库 那一至今 曾经灌溉袜木良田 碧波荡漾的水库 居然没有一滴水变成离副千沟万鹤的模样 看看我脚下的这些土地 它们现在已经干涸成了这个样子 可想而知 这个地方旱情应该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而这一片土地 其实它不是普普通通的耕地 我们往那边看 其实这里呢 原本应该是陆梁县的青山水库 但是现在这个水库的土地 已经变成了我脚下的这个样子 都有深深的这种干裂的勾痕 你看看这里的土 别说是蓄水 就算是用作普通的耕地 应该都没有可能 水库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不知道当地人生活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不知道他们怎样面对现在的这种情况 桑残养殖呢 一直都是陆梁这边的一个主要的产业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来到了一片桑树的地里面 这个季节呢 还是桑树应该是正在发芽的时候 看起来这应该是 正在给这个桑树正在浇水呢 老先生你好 好好好 这么热的天还在地里干活啊 不干活我们不信 现在这都是桑树吧 种的这些 都是桑树 现在这个天气这么旱 对这个桑树有没有什么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它就不会老是发 不发 它就来得满 往年的这个季节 桑树像这个季节应该长什么样了 有叶了 有那么大的叶子了 都能长出这么大叶子了 对对对对 那今年看起来如果这么旱的话 这都是长大的一尘 天干啊 长大的一尘 往年那么别长一么尘 是吗 能有那么大的差别 对对对 您家是养残的吗 我们养残 种了多少桑树 三亩 三亩地 养多少残呢 三亩地正常 一水好的时候了嘛 可以养到六张残 六张 一年 像现在这种干法就不能 跟我们聊天的农民叫钱鸭梁 他每天都要永三轮车 从八公里外的水井里运水浇田 他说附近的井95%以上都已经没有水了 这村有多少户人啊 就一百户 一百六 这就是牛井呢 这个就是个池水井 现在它只有这么大点水就不能吃 这个井水位这么低啊 对 它只有那么大点水 不能咬去 不能吃 那现在这个井在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 就是这样干着 就是这样干着 就已经干了这口井了 对 它不能吸水 就往年 如果水量多的时候 水能到哪 水能有高 水 水这么高 对 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个井底 对对对对 就是已经没有水了 没有水了 大概几碗水 大部分的井都干了 都干了 都干了 一些村民开始打更深的井 解决吃水的问题 而打一口深井 大约要花费一万多元 这对于当地农民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取境还有一些地势比较高的村子 根本打不到油水的井 吃水全部要靠从外面车拉马托 我们驱车赶往了失踪县 熊碧镇的上前甲村 现在看呀 就是就是村民们取水的一个时候了 刚刚那个车开进来之后呢 在这就开了一个水盘 然后呢好多人回到这儿 拿点单和桶过来敲水 大姐呀 现在这个车一天来 五趟都供不上 五趟都不够用是吧 哎呦 你总共一天你挑几桶 我没有算过 桶子的桶子在里面 桶子里面 你有一点 十多桶就不得一点 十多桶 哦 都不得 这些水都多什么 又是吃水的海 吃的水 海还是灌溉的 这样子的 羊子都没有的水 羊子都没有的 没有桶子在里面都没有的 这桶子 我哪听不懂的 我哪听不懂的 这桶子多高 这点花 我看这个水剧 其实不是那种非常清晨的水剧 是稍稍有一点点红浑的 上前甲村 就建在山腰上 海拔大约2100米 因为海拔偏高 再加上连续四年大旱 缺水情况非常严重 这些水是村委会 从五公里外山脚下 离出水源地运上来的 每天运水车 都要往返四到五次 勉强能够满足 全村200多户的运水 在您家里拉多少桶 我们一天 我们一天要四五条水 四五条 四五条就是 你要吃 中也要吃 人也要吃 都是靠这个水 是吧 是吗 从这种水 就拉出来的 像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 就是要靠拉水来吃 有三个人 刚才那个 这位大姐告诉我 说这个地方 就从这进去 应该是他们村的一个水壳 有两个 一个小的 我看 就是这个应该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大的 这个小的水壳 其实也不大 但是完全干了 从这边走下来呢 本来应该是一个 大的水壳 你看 就会有一些放水口啊 原本我想水壳 应该会到 大概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 就剩一个水底了 在接水的人群中 我们发现了一位老奶奶 她自己挑着两大桶水 而且她还裹着小脚 哎呦 奶奶这 奶奶我帮你担 我帮你担吧 哎呦 挑着两桶水 对于我们年轻的记者 来说真有些难度 脚步亮亮腔腔 当然总比看着奶奶丹墙 没有跳 你去挑 挑不上 哎呦 有了 看你去挑不上 你来跳 好 我跳得 你跳得 你跳得外 奶奶你身体真好啊 啊 谢谢奶奶 我跳着那个都觉得困难 是 上起能挑得起来吧 其实当然 我就看 压得很远就 来 奶奶 我看这里边 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有水 满满的水 也是满满的水 哦 我都比我满的 嗯 过里太长的水 嗯 这个水吧 刚才我也了解到了 水刚才刚刚抽而来的时候 会稍稍有一点点浑浊 不过那个 有一个大姐跟我说 这个水浑浊是因为 它抽水的地方 水也很少了 所以卷起来会有些泥沙 所以我看奶奶 把这个水都放在这些容器里 其实是一种静置 泥沙就沉下去了 然后水就清了 看起来会轻一点 是 虽然非常缺水 每一桶水 都是老奶奶 点着小脚 一步一步挑回来的 但看着我们来到家里 淳朴的老奶奶 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孙一样 很自然地就咬了一瓢水 递给我们喝 是让 是让我喝的水是吗 啊 真不累 喝一口 真的 谢谢奶奶 喝一口 高火呢 虽然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心里面是甜的 在这么珍贵的时候 奶奶能多一碗一口水喝 谢谢奶奶 谢谢 嗯 好 老奶奶和老伴儿住在这里 她的儿女们大都在外面打工 只有小孙子经常陪伴她们 这些个焦头给煮饭 这个这个这个 嗯 她煮两干嘛够两天 这里面是米饭 就是节约了 奶奶说 她连煮饭的时候 都是一天煮够两次的 就是用我们这个 用我们这边 最土的方法就是 放点水在里面 不蒸了 就是直接煮干了 焖一下 明天早上呢 再蒸一下就可以了 她一天煮两天的饭 那节约用水的 哦 可能是节约水的 哦 像这个也是节约水的一个办法 对 慢点啊 哦 外面还有 哦 这边就是奶奶家 关牲畜的地方 我看屋里面是 有几只鸡在那边 这边关了一层也有 嗯 两只猪 门口的这些水 是不是就是洗脸上的 都是节约水 节约出来的 嗯 哦 用过的水 二次利用 放在这儿 就是干货 就一滴滴 不干 嗯 奶奶说的说 嗯 我们不敢把水浪费了倒点 不敢把它浪费掉 都是全部剩下装的桶 都是那桶装的 不敢 接连的水怎么做 哦 就是几次利用之后 这个水 最终还是要被 生树给喝掉 最后一次还要再利用 没有平白无故 倒掉的水 是吧 哦 这边也是猪啊 牛 那这边就是牛 然后一头就两头猪啊 哦 那就是平常集约下来的时候 全都是拌 饲料用 嗯 牛 牛饮还有 平这里面拌 饲料用的 嗯 上前甲村村民 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靠喂养牲畜 村里几十年都没有干涸的池塘 也已经见地 本来这里是全村牲畜淫水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还有水是吗 水量很大 非常大的发源 是一个水液发源点 我们的水液上来呢 就是可以走走背背 都可以 受益 都有水用 哦 远处的山脚下 是上前甲村一处 最近的水源 它的水量比较大 而且因为处在 几座山之间的山谷里 所以旱季也不会干涸 现在这一方百姓 一千多号人 都是靠它在吃水 对 我们这几天拉的水 全部都是 把那个水源点拉上来的 那现在如果说 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话 也是说管道铺设要上来 要引上来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如果把它引上来的话 大概所有的经费 合一起要花多少钱 公共银行困 可能要在一边 十万之位 一百二十多万 人吃水的问题 一千三左右 一千三左右 给四百来投 那个大水 大生锈 周围里大概 又给六百来投 一样有两百只 其实连年大汗 在曲径 在云南 像上前甲村这样的村子 不再少数 甚至有一些地方 缺水现象更加严重 不过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我们相信 问题一定会得到逐步的解决 我们也希望 上前甲村的缺水问题 能够得到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的帮助 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读书 说知心的话 也怕上不了了 怎么上不了 怎么上不了 太土了 我怎么上不了 天高的花 雨水尽不泛勇 爱在心结 山一丑 水一花 画面流汗 红绳花 绿如蓝 好梦缠绵 我说 天山雪裂 冒春初 心安不觉 喜马拉雅的我爱我 沧桑月今 看五月三安山 万里山和万里船 从回到春不见面 山水有爱人有钱 海里船把我加油 Form comes from 山千年 見い好 离开空铭 远方的家 把百山百川行设置组 沿着三二林国道进入曲径市 继续往北 来到占义县马雄山 这里是珠江的源头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百山百川行 现在呢是来到了云南省的曲径市 我身后的这一池碧碧的池水 就是珠江的源头 水源呢就是从这个 嘴巴形的小山洞当中 日夜不停的流出 但是现在正处于旱季 如果到了风水期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小瀑布 挂在洞口 这里呢就是位于 曲径市占义县的马雄山上 海拔有两千多米 我们国家的长度第三大江 珠江就是从这儿发源 跨越两千多米的落差 日夜不停的奔向南海 那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出发 浩浩珠江就源自这个看起来并不大的天然溶洞 因为溶洞所在的马雄山高不过两千多米 没有长江黄河源头 动辄六七千米的高城 所以珠江源头也是中国长度最长的三大江河中 唯一一个人们可以轻易踏足的地方 那我和郝老师呢 现在是已经走到了这个珠江源洞口的边上了 能往里大概能看到里面的一个情况 但是看的距离不长 好像是里面这个溶洞吧 是吧 溶洞 情况很复杂 然后有很小的一池水 里面会有这些跟跟哇哇的水 但是看不到从哪里流出来 这个洞实际上它有七百五十米长 那么这个地形呢 这个是石灰岩地形 也叫卡斯特地茂 这个水呢 这是川越水洞 但是人走没走通 人可以进去三百多米 在一九八七年 珠江源的溶洞里发现了人类化学 证实了这里一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 而且时至今日 珠江源地区 依然是山清水秀 气候宜人 是个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我就是出生在珠江源头的 这个一个小山村 这一带呢 就是我小时候光着脚丫子 放牛放羊的地方 那么这个水洞 小的这个水洞 这个时候呢 这个水洞 就无数次的进去玩 那个时候这个洞里边有那个蝙蝠 进到洞里边去抓蝙蝠 然后出来以后呢 这个小溪里边还有小鱼 在这个光着屁股 在那个水洞 这个抓鱼 那个时候口渴了 就是这个源头的水 用这个手黑乎乎的 捧一捧就喝水 这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喜欢研究历史的郝老师告诉我们 在这里还曾经有一些苗祖村寨 从1996年开始 因为交通不便 环境闭塞 一共有11户人家 50多人从大山深处搬了出来 这个村子看起来其实很小 我觉得就一数就数出来了 郝老师带我们来到了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寨 长迈地村 大部分搬迁出来的人家都住在这里 他们属于苗族中的大花苗 让我们惊讶的是 欢迎我们的除了苗家传统的卢生 美酒 还有一支他们自己的合唱团 这是附近几个村组 一起自发组建的农民合唱团 团员一共有将近30人 不过现在有很多男团员已经外出打鼓 他们的歌声不但婉转动听 而且还分出男女声 配合默契 听起来相当的专业 这除了因为有一副好嗓子 也许就是靠着他们基因中传承着的 对音乐的热爱 也许就是靠着他们基因中传承着的 也许就是靠近几个村子 进行为靠近几个村子 中传承着的 在街道中传承着的 靠近几个村子 唱的真好 这是你们什么时候练的歌啊 都是 我们从小就练了 从小就练 你们是否排练过 在一块 有时间会的 有时间就在一块排练 刚才唱的那首歌 叫什么名字 就是很原声派的那首歌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虽然唱的专业 但他们并没有经过 专业的声乐指导和训练 就是在农兴的时候 自己排练 那这些歌都是谁教你们唱的呀 那这些歌都是老歌啦 老歌 老歌 一辈传一辈 一个接一个 自然就会了 就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 我们一没有排练成 而没有没有 没有一个来练的时间 在哪里练呢 都是在家里面练 如果一般了嘛 如果家里面 如果有结婚啦 偷媳妇啦 送给你